聽說這一次的推理很厲害是不是 作者果醬夾心餅乾 推理可以玩很久但我還買那個 我們還買那個票耶 哇立即解鎖所有故事並獲得貴賓券車票的 什麼專屬獎勵耶 哇我就可以直接全部玩喔 哇這麼煞氣的嗎 我玩的東西需要耗什麼東西嗎 我來看一下 喔這是因為全買台很久 居然有宗配 你是 國將加新餅乾 你好啊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當然了 我又收集你的推理小說 送餅小姐大家 這次的餅乾要抽嗎我不知道 我還是講一句認真講的 除非還有什麼影響到什麼任何公會戰之類的東西 不然你各位啊 荷包留著吧 下個月 下個月到三週年了你問我說新餅乾搶不搶 你不覺得這句話很特別嗎 我再講一次 下個月都要三週年了 三週年就一定會給你一個大的讓你的荷包哭出來的東西 你現在問我說新餅乾搶不搶 除非公會戰爭的有變 否則我一律的答案就是蠢 好嗎 好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你是 焦糖 烤布雷餅乾 我將加薪餅乾 你還有什麼事嗎 請快點上車吧 列車馬上就要出發了 沒事 好的 各位常客 請加快腳步 你的目的地是王國嗎 我確認一下你的車票 在這裡 點票完成 為什麼他的中配很像星辰啊 列車即將出發 請關閉車門 是同一個 配的嗎 現在上古傳承 我不知道 歡迎各位乘客 達成我們的聖誕節特快車 本次列車 由我皇家熊熊活動列車長 來為大家服輸 本列車 是一年一度的 聖誕特別列車 中 大家可以在這輛前往王國的列車裡 感受到滿滿的聖誕氣氛中 咚~~~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表情 超充滿美麗的雪月風景 還可以一起享受 精彩的聖誕派對 我會盡心盡力 為大家服務到最 他那個表情就是像跑跑一樣 不知道是刻了什麼東西的表情啊 哇 好高興喔 居然可以搭前這麼豪華的列車 哼 這輛列車都布置得很有聖誕節的感覺 這趟回王國的旅程 應該會非常特別 我們逛了各地不同的冬季慶典 真的好好玩 不過 聖誕節還是要回家和大家團聚才對啊 欸這一次的這個 喔我花530有價值喔 哇這一次居然全程中配欸 我來為大家介紹 本列車最頂許為傲的 定級設備和房間法主 首先 是我們的宴會廳中 裡面有一台攻擊的鋼琴 主 等一下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喔 呵呵 你是拿來改改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那個 那個雪地大亂鬥的背景 哈哈哈哈 好但是我手都沒發生 沒有我手都沒講 我 我來鬧的 哈哈哈 真的超像的 什麼 鋼琴加餅乾 我怎麼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傢伙 請問 你願意為我的演奏嗎 我最近因為要準備王國舉辦的演奏會比較忙 不過 歡迎大家彩排的時候來聽 好的 接下來是 這棵聖誕樹是不是很漂亮呢 堵 這裡是我們的大廳車廂 真的好大又好漂亮 所有裝飾都亮晶晶的 今天午夜的時候還會舉辦 華麗又特別的聖誕樹 點燈儀式 歡迎大家多多參加 我問一下這些東西 字句 會是什麼很重要的東西嗎 喔 喔 哇哇這一次才直接給你一個背景可以弄耶 哇滴色 滴色 滴色突然長進了 我的天啊滴色居然長大了 快三週年居然給我搞掉東西了 好 一邊喝不到汁一邊欣賞 也很不錯喔 接著是 安安安 前大飯店主廚精緻料理的餐廳 只要毒責惡或口渴 隨時都歡迎大家光臨 一邊欣賞窗外美景 一邊享受晚餐 好浪漫 真期待 吸血鬼跟那個 氣爆人同一位的都是那個配廣製的那位配音老師 所以兩個聲音會很像 最後就是 這輛列車的中等系 每個敏感都能享受尊屬的頂級客房 咚 咚 旁邊各種超豪華設備 硬丟盡有毒 空間居然大到可以把我的風衣掛起來 真是不錯 前輩餅乾 等一下 我的VP又擋到喔 對不起我看一下 這樣看得到嗎 前輩餅乾 哈哈哈哈哈 前輩 我們是來 後輩餅乾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幹 幹 呵呵呵呵呵 幹 每次提出這種曲名真的很靠北 哈哈哈哈 不過這輛列車 真的好豪華 是什麼樣的後輩 哈哈哈哈 我來看看 嗯 奔放錶在這裡中 讓我來帶各位餅乾到房間吧 就快到晚夜時間了 請大家一定要來用餐 欸那我VP是不是要改一下位置 我是不是讓他小一點 等一下 我讓他小一點 好像還看得到名字吧對不對 我這樣小一點可以吧各位 因為 不然名字看不到 哇 總共有75 哇所以總共三四十個劇情喔 盛大的晚宴 喔 看來這一次重頭戲居然是 我將加新餅乾也來了 請坐這裡 我來幫你拉開椅子 謝謝 我是最後一個到的嗎 還有一些神客沒來 喔 他來了 咚 咚 我剛才辦信義的時候 好像聞到了一股很香的葡萄滋味 哇 你的觀察力真好 那可是用蘇打群到常年曝曬的葡萄乾 做成的高級葡萄汁呢 如果呢 試喝看看就好了 我現在知道有自動這個東西 那是我要送給花果堂堂地精的禮物 別想打彎腦筋 大家都到了 那就互相自我介紹吧 我已經餓到麵團都扁了 哪來的力氣自我介紹 再說 應該沒有餅乾 不認識我巧克力奶油狼獸吧 你怎麼知道 查爾斯 你的事情可是穿得沸沸揚揚 我當然也是聽過了 大家怎麼都直呼我的大名 但你是誰啊 我怎麼沒見過你這個傢伙 我是切打起司餅乾 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不在王國 旁邊這個傢伙是我的跟班 總是讓我很頭大 頭大 前輩 像我這麼乖又這麼勤快的跟班 要去哪裡找啊 有名字了嗎 你們兩位是要去王國的聖誕慶典嗎 王國從聖誕節到跨年 都會舉辦各種有趣的派對 我們在別的地方還有工作 必須從王國轉車過去 同心門餅乾 收到這裡就好了 喔 同心粉 所以一個是切打起司 一個是同心粉 感覺應該都是NPC啊 我覺得 欸 一個月的版本 有可能再出新的餅乾嗎 也是有可能 對話紀錄喔 哇 哇 天啊 這一次是認真的嗎 我們每個對話都可以 好可憐的躺躺地驚喔 呵呵呵呵呵呵呵 也是因為有聖誕躺躺地驚 我們才能度過幸福的聖誕節 當然囉 為了搜集禮物分送給大家 我跑了好多地方 連拐杖堂都快要被磨平了呢 喔 喔 只是一個 手把的部分 好像也有點泛白了 我成為 攝誕躺躺地驚後 就一直帶著這根拐杖躺 雖然它看起來該換了 但其實還很開用喔 躺地驚的 配音 配音源蠻多的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 hal 我是可是 我真的很熱愛自己的工作 真佩服 呵呵呵 不過可不是只有我一個在工作啊 教堂考布雷餅乾 你不是也有演奏會嗎 啊 我在王國 有一場聖誕演奏會 應該會很多餅乾來看吧 你不會緊張嗎 不想讓大家看到我鬆懈的樣子 像這樣處於緊張的狀態反而更好 可以給我一杯熱茶嗎 我想喝點熱的來暖暖身體 當然沒問題 我的手法實在是太厲害了 中午真好奇這次會是怎樣的案件 可以去偷一點新書的內容嗎 主 少女漫畫眼 先給你一點困難 還是請你等到新書發行吧 原來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是果醬夾心餅乾的忠實讀者 你不覺得很好看嗎 他的鬆餅小姐大生炭系列 我每一集都看 哼 可是小說怎麼能跟正式案件比呢 焦糖烤過雷餅乾 你要去哪裡 馬上就是晚餐時間了 剛好聊到演奏會 我得加緊練習才行 晚餐我得自己解決 那我先走嘍 寶餐一頓厚 寶餐一頓厚 天使餅乾是飛一公分是不是 我忘記了 我想好好謝謝主廚餅乾 大家別忘了吃 主廚特製甜點冰淇淋蛋糕喔 對了 我剛才在廚房裡 特製了搭配今天晚餐的氣泡飲 你們要不要喝喝看呢 謝謝你 去泡飲餅乾的飲料一定很好喝 等一下會抽果斷夾心嗎 果斷夾心也要看我活動抽無奈 我先帶著蛋糕回房間了 喔 好吧 我很想再待久一點 不過我滿腦子都是小說的事 可能沒辦法盡興 雖然出稿已經完成了 編輯餅乾也很滿意 但我想跳脫舊框架 寫點新鮮又有趣的東西 我現在正在寫的小說 好像和這裡的情境很相似耶 一樣都是年底 也都是在列車上 是誰 是我 你是 我是焦糖烤布雷餅乾 喔 原來是你啊 太久沒聽到你的聲音 我都快忘記了 又是別的餅乾就算了 你怎麼可以忘記 是薄荷跟可可的劇情嗎 你有什麼事嗎 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只是想問你 可不可以和我換 還是算了 但我沒說吧 換 好可愛 你是嫌查爾斯太吵了 所以想要跟我換房間的吧 對 他一直發出咚咚咚的聲音 搞得我心神不寧 那你可以去和皇家熊熊火動列車長說啊 馬上就要辦演奏會了 我不想讓其他餅乾 學得會笑題大作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跟我換房間吧 反正我行李還沒打開 直接換過去就行了 謝謝你 我將夾心餅乾 哈哈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等 什麼東西 嗯 還可以拉欸 好這個是85度C的草莓餅乾 哈哈 鋼筆 鋼筆 筆記 手套 好這樣就結束了對不對 等等等等等等 怎麼那麼快 我剛剛都還沒有看完耶 蛤 所以 果醬餅乾 現在的 所在位置 是9號房嗎 因為它是跟他交換不是嗎 然後 然後 最強的 1986 還沒同 kidding 好 好就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已經換了不是嗎 是換了還是沒換 已經換了是不是 wwww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選擇 喔喔喔好 哇啊 好 對我最記得剛剛已經換了說 好 特快車最特別的行程是什麼 晚上的時候會有那個不是嗎 這個啊 點燈儀式啊 這不是很特別嗎 這超特別的吧 哪有一輛列車真的是像這樣子 哇擦 哇 哇 哇擦 OMG 誰攻擊我卡關的 蛤 再講一次啊 蛤 證據已更新 月朴騷動 好來繼續 哼 哦 果醬夾心餅乾 你來的正好 要不要一起玩牌呢 我等等還要回去寫稿 呃 那就 只玩一局吧 是因為果醬夾心餅乾是推力小說家嗎 總覺得 他好像可以看穿我們手上的牌 為什麼心拍的餅乾可以邊講話邊咬贏料 這個要玩了才知道 這個要玩了才知道 查爾斯 你也來加入我們吧 有你應該會更好玩 我現在很忙 你不要管我 你們自己先玩吧 他在幹什麼呢 看他彎著身體 好像在寫什麼東西 哎 等等 在開始新的一句之前 先讓我來一杯葡萄汁 倒霜了不是我 外面聲音好大 發生什麼事了嗎 是焦糖烤布雷餅乾和聖誕堂堂地精 有什麼事嗎 我要在王國演奏的樂譜不見了 樂譜本來是在你的房間裡嗎 啊 我只是去了一下宴會廳就不見了 只看到聖誕堂堂地精 在我房間附近鬼鬼祟祟的 真的不是我 我為什麼要偷你的樂譜啊 那你為什麼會在我房間外面走來走去 那是因為我 我迷路了 這列車的走道這麼窄 你說你迷路 我覺得應該不是聖誕堂堂地精吧 他手上什麼也沒有啊 你不會是忘在哪裡了吧 唉 我是絕不會把樂譜隨便亂放的 我再回去找一遍 不好意思 造成騷動 焦糖烤布雷餅乾的表情很凝重 要是真的找不到 要不要去和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說 讓他請大家一起找吧 發生什麼事了 大家怎麼都聚集在走道上呢 啊 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你是跑過來的嗎 你流了好多汗喔 我正忙著準備聖誕樹點燈儀式 晚上十二點 準時開始 大家一定要來參加 整個儀式將進行一個小時 我和天使餅乾想一起留在餐廳等 我們一起邊玩牌邊等吧 怎麼樣 雖然我也很想和你們一起玩 不過我放心不下小說 二之二喔 祝你們聖誕樹點燈儀式玩得開心 我現在還在第一張你們就那麼快喔 我看到了一個神秘的東西 要打大天使是不是 喔 究竟隱藏了什麼秘密 此時 一個黑影靜悄悄的 踩著羊毛地毯現身了 票券我是買紅的 這遊戲回歸現在有救嗎 輕鬆玩就有救了 其他的認真玩應該是 欸卡住了耶 喔好 松柄小姐大偵探仔細回想 在漆黑一片的列車上 藏著驚人犯罪的蛛絲馬跡 一場鬥志之戰隨即展開 看他如何揭開完美犯罪下的真相呢 他現在 喔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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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常說他為什麼會卡住 不行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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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夢啊 啊 可能是在睡前一直想故事 才會夢到小說的開頭吧 開頭的句子寫得真不錯 連我自己也很滿意 用駭人的尖叫聲接到下一幕 嗯哼 是因為現實和小說中的情境實在太像了 所以才會夢到嗎 哼 我現在也坐在聖誕季才有的特別列車裡 啊 偵探餅乾 啊 我覺得他還真正較像 好了 啊 耶 很煩 啊 啊 啊 嗯 還要再繼續睡好了 挺有力的 嗯 大家早中 现在是我们列车最自豪的早餐时间 为大家献上丰富又美味的早餐中 咚 好适合你啊 我怎么觉得很变态啊 谢谢 请为大家送上饮兵饮料凍 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个清香的早餐凍 这个香味是红茶 不错 虽然有点甜 不过味道还可以 我熬夜看了整晚的文件 眼睛好干 也请给我一杯吧 什么 前辈明明就一直闭目养神 都是我念给你听的啊 怎么没有看到焦糖烤布的饼干 和圣诞堂堂地金主 可能还在睡觉吧 我们就先吃吧 他有把吸血鬼饼干的那个脸刚刚用的有点红 是我的错觉吗 我去叫他们起床 中 焦糖烤布雷饼干的房间 在这边 焦糖烤布雷饼干 你起床了吗 中 我在这里 原来你不在房间里啊 中 焦糖烤布雷饼干 你的面团好苍白哦 是没睡好吗 是有一点 不过我没事的 接下来是圣诞堂堂地金的房间 哭哭 哭 哭哭 圣诞堂堂地金 你起来了吗 中 哭哭 圣诞堂堂地金 他好像睡得很沉 他好像睡得很沉 哭哭 看来我得继续叫醒圣诞堂堂地金 中 嘿嘿 叫兵起床 我可是专家 让我来吓吓他 哎 圣诞堂堂地金 中 这是怎么一回事 圣诞堂堂地金 圣诞堂堂地金 直 30 早晨的尖叫声 代表着 有事件发生了 事件发生了 事件成就 然後你们第二招 就卡關了是不是 啊完了啊那一定卡啊 欸我等一下真的卡關了 打PASS欸 禮券車票 喔 蛤 我連 我連這個也要買喔 不是 我一直以為我只要買紅色的就好了欸 哇 低色這麼會賺錢喔 紅的跟黃的都要一起買喔 啊我花昏倒了我以為是 好算了但我沒看到 幹太靠杯了吧不是不是取大的就好嗎 這個這個太好笑了等一下 啊 天呀這張圖後镜好強喔 我我不能點其他地方嗎 呵呵 呵呵呵 欸欸欸 哈哈哈哈哈哈 喔喔他要點這個是不是 12點20分 等一下喔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是不是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沒點到嗎 等一下 砂糖中的成分會隨著時間而變硬而噴射 鞋子 喔咳咳咳 喔原來是胡子沒點喔 喔好 等一下等一下他剛剛說胡子有什麼 我記得躺囊地精的胡子不是刮鬍砲嗎 就是哪個躺囊地精他都是用那個刮鬍砲這樣子 然後讓他變成一個形狀的 大家退後 小心不要踩到草莓醬 現在這裡就是犯罪現場 還需要好幾天列車才能到站 在調查結束之前必須維持好案發現場 什麼 你們到底是什麼來頭 哼 本來是不想套漏的 其實我們是 是 是警察吧 你怎麼知道 從你們故意不想透露身份和目的地 還有徹夜檢視文件 在房間內竊竊私語等舉動 我就大概猜到了 本來只覺得你們有點可疑 但憑你們高調的態度 還有說要工作的對話 我就能聯想到 你們應該是全年無休的警察 再說警察經常都是兩兩結辦行動 加上剛才你們目睹聖誕堂囊地精 倒在地上也不驚慌 有條不問的分析狀況 我就更加確信了 嗯 不愧是知名的推理小說家 觀察力真是敏銳 就如同果將夾心餅乾所說的 我們其實是警察 哇我喜歡這個表情 不過 兇手應該就在我們之中 因為這輛高速行駛的列車 穩如逆勢 沒有任何餅乾能中途上車 也沒有餅乾有辦法離開 是誰做了這麼可怕的事 我認為兇手很有可能是在晚上12點到1點這段時間內 行蹤不明的餅乾 你說什麼 為什麼 紅心粉餅乾 好難喔 好難喔 按發時間溫度高好像跟那沒關係 這個是時間嘛 然後 所以我答對了一半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顏色有點吞色 這個嗎 因為他說隨著時間他會吞色不是嗎 等一下是這個啦 這個吧 隨著時間變硬并吞色啊 所以是這個東西加這個 然後 先丟丟看好了 他剩餘機會只要沒了就沒了喔 沒了就從進而已是不是 咳咳咳 哈哈 啊 喔!! 透過兩個東西可以 書裡面的內容 然後 我們剛剛的那個時間已經有了對不對 還是說我一樣要這樣子 喔齁齁齁齁 是的 從聖誕堂堂地精身上掉落的砂糖顏色和質地 還有地板上的時鐘 剛好停在12點一點之間等線索看來 他可能是和進到房間裡的兇手起了肢體衝突 把時鐘撞到地上才會停止的 嗯 那兇器呢 兇器是什麼 雄毀 兇匙 我的天 我想得笑死呀 兇匙 滾蛋堂啊 diferente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個感覺這些東西都不是啊 所以是鬼楊堂嘛然後我看一下 鬼楊堂應該是一個要兩個嗎對不對 帽子喔 兇氣 先按這兩個你看 帽子耶 他好像是什麼細長又堅硬的東西 這樣子看來 慌亂之中被丟在旁邊地板上的 聖誕堂堂地盡的拐杖堂 一定就是凶器了 你很機靈喔 你很機靈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聖誕堂堂地盡當時好像正在做什麼 看他掉在地上的袋子 裡面寫好乘客名字的禮物盒 還有聖誕帽和胡子 聖誕堂堂地盡昨天晚上一定是想送禮物給乘客們 沒想到在出發前卻發生了這種事 聖誕堂堂地盡辛辛苦苦為我們準備禮物 到底是誰對他做出這種事 好的 為了調查案件 請大家都移動到餐廳 聖誕堂堂地盡很怕冷嗎 他房間溫度異常高 我的起司都快融化了 就像我昨天自言自語的時候說的 和我小說的開頭實在太像了 昏倒的聖誕老人 和快速即使的列車密室 如果真的和小說一樣的話 那兇手就是 就是 是 火將夾心餅乾 請你也到餐廳去 警官們 我有一個提議 我覺得我應該也可以幫得上忙 請問我可以和你們一起行動嗎 什麼 火將夾心餅乾 我很清楚你是一位知名的推理小說家 不過現實中的世界和小說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請問我 前輩 你在說什麼啊 我會盡量小心不妨礙到你們的 加上我也記得昨天乘客們的對話 對於解決事件 應該是能幫上忙的 他說的沒錯 就讓他一起辦案吧 同心門餅乾 我覺得背景音樂蠻好笑的 讓一般的民眾餅乾加入調查 有為我們辦案的原則 沒關係 沒關係 這輛列車上沒有誰會說什麼的 不過 火將夾心餅乾 你可不能過度介入 那樣的話我們會支持你的 真是亂來 那就先到前輩說的做吧 但是千萬要注意 別讓他陷入危險或緊急狀況 好的 我們先開始調查吧 調查乘客餅乾1 雖然還不知道誰才是兇手 但是所有餅乾都有嫌疑 現在開始調查 大家的不在場證明 我在這裡是為了記錄對話 請不要介意 聖誕堂堂地精事件 鹹衣餅乾1 姓名 吸血鬼餅乾 不在場證明 犯罪時間點 當時正在大廳欣賞聖誕樹點燈儀式 正人餅乾 天使餅乾 吟遊詩人餅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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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這邊沒有那個 你說喔 你那時候在觀賞點燈儀式 我忙著喝葡萄汁 所以不太值得 聖誕堂堂的地精 帶來的高級葡萄汁 這個算是那個嗎 謝謝鬼餅乾 你在吃晚餐的時候 很羨慕聖誕堂堂地精有高級葡萄汁吧 我記得你好像很想要那個高級葡萄汁 該不會 因為那個果汁就把堂堂地精 什麼 我才不是那種殺餅不眨眼的餅乾 這是我們說好了 想喝喝看的話 只要給它錢幣 嗯 你看 這裡 有合約書啊 聖誕堂堂地精 不管做什麼都很周到 關於聖誕堂堂地精 你還記得些什麼嗎 我記得 天使餅乾吃晚餐的時候 有和聖誕堂堂地精聊天 還露出奇妙的表情 可是 他們應該沒聊什麼內容 西邪鬼餅乾 確實在大廳跟其他餅乾 一起喝著葡萄汁 他的不在場證明成立 所以我們要用那麼多餅乾喔 所以我們要用那麼多餅乾喔 好 下一位餅乾 聖誕堂堂地精事件 嫌疑餅乾二 姓名 天使餅乾 不在場證明 犯罪時間點 當時聖誕大廳 喔所以要 這三個要亂一次 正人餅乾 西邪鬼餅乾 營油詩人餅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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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西斜果餅乾一樣 那個時候在欣賞聖誕樹點燈儀式 我在圣诞树下练习飞 因为 我也想要飞得跟圣诞树顶的星星一样高 有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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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天使品牌的可疑之處 可是我剛剛已經選表情了 不是嗎 這個嗎 可我剛剛不是選了嗎 這個微妙的表情啦 聽說你吃晚餐的時候 有和聖誕堂堂地精聊天 還露出奇妙的表情 請問你們當時的對話內容是什麼 我問他會不會在聖誕堂堂地精 ㄟ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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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ˋㄟˋㄟˋㄟˋ 什麼飯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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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在錄這段的時候這些配音的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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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很可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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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聖誕堂堂地精 你還記得些什麼嗎 在等聖誕數點的儀式開始的時候 加糖卡布雷餅乾 跟聖誕堂堂地精 因為樂谷的事情在走道上爭執 啊我的天太好笑 好 下一位餅乾 聖誕堂堂地精事件 鹹魚餅乾3 我也覺得這個背景真的超級靠北的 不在場證明 犯罪時間點當時正在大廳欣賞 他拿著肅情敲人就是他 正人餅乾 吸血鬼餅乾 天使餅乾 我看著聖誕樹上一閃一閃的燈飾 寫了一首關於愛與和平的詩 你要不要聽聽看 啊想到一首新的裙子了 啊 有我聽過了謝謝 喔贏優勢人跟地精的是不是 看一下 你跟聖誕堂堂地精聊了什麼 聊了怎麼把他處決掉 也在工作的聖誕堂堂地精 唱了一首能安撫心情的歌 希望微小又溫暖的堂堂地精 聽完我唱的歌能獲得平靜 或許 他現在已經可以永遠安息了 哈哈哈哈哈哈 關於聖誕堂堂地精 你還記得些什麼嗎 啊跳一下 吃完晚餐之後 氣泡飲餅乾 遞給聖誕堂堂地精 氣泡飲果汁 結果被拒絕了 他看起來很傷心 為什麼聖誕堂堂地精 又拒絕他呢 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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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13個餅乾一起的乘數是這個吧 然後還有這個嗎 然後還有這個嗎 所以... 好像是要用運動的 啊 啊 哇 那三個才可以 把... 把那個... 把所有的最怪到7Point餅乾 在身上嗎 開始在亂掰 共犯結構 可可可可 好 下一位餅乾 聖誕堂堂地精事件 嫌疑餅乾四 姓名 焦糖烤布蕾餅乾 不在場證明 犯罪時間點 當時正在宴會廳練琴 證人餅乾 五 一個而已嘛 對不對 不在場證明 一直在宴會廳練琴啊 這樣子吧 你在宴會廳練琴的時候 沒有餅乾可以幫你作證嗎 有沒有餅乾聽見你彈琴的聲音 大家都待在大廳 欣賞整整一小時的聖誕樹點燈儀式 所以沒有任何餅乾看到我在練琴 宴會廳的隔音就比其他車廂好 應該沒有餅乾聽見我的琴聲 他好慘喔 兩個 那應該是兩個吧 休息了一下發現月朴不見了 呃 吃完晚餐後 對啊 很可疑 我沒有遇到任何餅乾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什麼 月朴不見了 我覺得這個很難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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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歡那些很難以為 整個很難以為 如果你要按摩 就能去不見 那些很難以為 我 schnell去看 那些很難以為 我這個是不見 很難以為 漫畫 我可以留在裡面 啊 喔這兩個喔 但堂堂地精還因為焦糖烤布雷餅乾充滿敵意的態度 感到不知所措 好 下一位餅乾 目前為止 確定沒有不在場證明的只有焦糖烤布雷餅乾 雖然情況還很曖昧 不過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案動機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開始吧 休息一下再開始吧 好然後第三張 總共有幾張5張 主廚餅乾 主廚餅乾 對 主廚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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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擅長調配果汁 我藏在身上學到非常多東西 他跟堂堂地精的配音員是同一個吧 很可疑 很可疑 主廚餅乾 我會去後面的小廚餅乾 主廚餅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沒有那個提示嗎 我看一下 很可疑的陳述 要失敗之後才會有 OK 懂了 跟他沒關係嗎 放棄關卡 應該是這個吧 聖誕堂堂地精說他不喝可是果汁很好喝 然後還有一個是被拒絕吧 這兩個對不對 我先點點看 OK 所以你很傷心 是啊 這個詭異的表情 因為在那之後聖誕堂堂地精告訴我一個小秘密 他說是因為等一下要偷偷去每一個餅乾的房間送禮物 怕喝果汁讓身體太笨重 所以才沒辦法喝果汁的 他本來就知道聖誕堂堂地精會在晚上去餅乾們的房間嗎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事嗎 我有看到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推著客房服務的餐車去廚房 不過一下子就轉向了 大概是幾點的時候 是進行點燈儀式的時候嗎 對 中間有休息時間 大約是12點半的時候 12點半的時候 我知道 好 下一位餅乾 為什麼讓我等這麼久 聖誕堂堂地精事件行於餅乾6 姓名 查爾斯 不在場證明 未知 證人餅乾 未知 哈哈哈哈 要我說的話 啊 我們知道你有不在場證明 你一直躲在房間寫要給毒蘑菇餅乾的聖誕卡片吧 什麼 你們怎麼知道 你惡名昭彰 我們已經注意你很久了 我們一直觀察你有沒有進出房間 這個還蠻好笑的 什麼 查爾斯會不會因為被懷疑而生氣呢 我竟然是警察特別關注的壞蛋 你們還是有眼光啊 這傢伙的不在場證明 我們來作證就好了 好 下一位 什麼 結束啦 哈哈哈哈 你們還沒告訴我 我到底有多壞 好 超快速結束 這一個而已 因為他是惡名昭彰的壞蛋 欸 不是喔 哈哈 等一下 不是啊 不是在寫嗎 喔 喔 我選錯了 好 聖誕卡片 好好好 P 欸 欸 應該會聽到些什麼吧 啊 對了 你在房間的話 有沒有聽到 黃家熊熊果凍列車長推餐車的聲音呢 欸 有 我有聽到車輪滾動的聲音 等一下 你這個問題跟我沒關係啊 這麼說 我們也有聽見推餐車的聲音 聲音聽起來 是往餐廳的方向去的 氣泡飲餅乾 查爾斯 警察們的證詞也都一致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劇情很靠北 那麼 調查都結束了 好 下一位就是你 果醬夾心餅乾 你也不例外 身為警察不能漏掉任何一個餅乾 是啊 我很樂意接受調查 聖誕堂堂地盡事件 嫌疑餅乾7 姓名 火將夾心餅乾 不在場證明 犯罪時間點 當時待在房間 正人餅乾 沒有 沒有 呵呵 你這個推理能力好又活學都聞的餅乾 應該知道 沒有不在場證明的話 就會成為最可疑的餅乾吧 我自己在房間裡 當然沒有餅乾看到我 不過 這支鋼筆 能替我作證 這支筆 這支是我很珍貴的鋼筆 它還能用來錄音 我每天都用這支筆 錄下發生的事情 並且重複聽 來獲得小說的靈感 光有這支筆還不夠 也有可能是你事先錄好的 是啊 不過 你要不要聽聽看這一段 現在過了晚上十二點 正在進行聖誕樹點燈儀式 聖誕樹下有很多禮物盒 那些是裝飾嗎 所以我說光這段錄音 是沒辦法判定 欸 這個咚咚聲 還有哼歌的聲音 這是查爾斯的聲音 沒錯 查爾斯一邊跺腳 一邊苦惱著要寫什麼的聲音 還有 它小小聲唸卡片那種的聲音 毒蘑菇餅乾 我覺得 你是我認識的蘑菇裡最棒的 祝你和包子們 有個開心的聖誕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寫不下去了 沒錯 我們也有聽到這個叫聲 哈哈哈哈 警察先生們 那麼 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嗎 很完美的證據 你證明了你 哈哈哈哈 紅心粉餅乾 那麼我們可以繼續信任果醬夾心餅乾 和他一起進行後續搜查 切打起司餅乾 你早就知道我不是兇手了 嗯 我見過太多餅乾了 像你這種聰明的餅乾 既然知道有警察在列車上 是不會輕易做出犯罪行為的 你如果誰知道 你真的信任 你應該會等待下一個機會 或是 假裝協助搜查 並從中製造混亂 但我並沒有看到這種跡象 你真是個敬業老道的警察呢 前辈 你早就知道的话 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现在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不是说了吗 好吧 那所有饼干都侦查完了 哪个饼干最有可能是凶手呢 啊 有一个饼干倒是让我有点在意 我也有一个 撇开那个不说 虽然调查完所有饼干 并不代表调查了所有嫌疑犯 啊 这么说 还剩下一个 就是通信粉饼干啊 开始乱讲 你救我吗 既然你也在这辆列车上 嫌疑犯也少不了你 那就开始吧 圣诞堂堂地精事件 嫌疑饼干八 姓名 王家熊熊果冻列车长 不在场证明 熊 当时正在操控圣诞树灯饰 正人饼干 没有 圣诞树点灯一式的灯泡 只能在供电室操控吗 是的 虽然平常可以开着不管 但圣诞特快车的圣诞树特别复杂 操控起来要更加小心 我还以为只是简单的开罐灯 才没那么简单 这个点灯一式 是我们特快车的盛大活动 全程观赏点灯一式的饼干们 都不觉得有异常 也就是说 王家熊熊果冻列车长 从头到尾都在宫电室里 操控灯饰 从头到尾都在宫电室里 不符的陳述 這兩個是一樣的 可是還有一個啊 喔~~~他說他一直在供電室 中間的休息時間 你把客房服務餐車推去廚房 對吧 是的 中 一小時的點燈儀式 我都必須全程待在供電室 我怕肚子餓 就事先從廚房把裝滿臨時的餐車拉過來 點燈儀式 中間休息的時候 我才把空盤跟餐車送回廚房 中 嘿 你們又聽到聲音吧 中 休息時間只有十分鐘 短短十分鐘 很難犯下罪性 啊 說到這個 中 什麼 哦~~~ 沒有什麼 有一點就說出來 對解決案件會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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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晚上十二點左右的時候 登登儀式快開始前 我就看到 焦糖烤布蕾餅餅中 哦 哦 我那时候想 应该只是去聊聊天吧 就没有多想中 焦糖烤布雷饼干 明明说他一直待在宴会厅 看来要再跟他聊一聊了 哦 呦 呦 密码锁 等一下 嗯 5克 3克 3克 2克 2克 平安夜慈善音樂會的演出 印象深刻 出到當年 喔~~~好喔 哇天啊 低色有用心在做 為什麼又找我過來 唷 不就這兩個嗎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們 你有去聖誕堂堂地精餅乾的房間 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啊 啊 對我想再去問一次聖誕堂堂地精 所以跑去他的房間 可是房間裡沒有樂譜 也沒有聖誕堂堂地精 所以我很快就出來了 你一直都不在房間 是找樂譜找到早上嗎 對 可是到處都沒有樂譜 如果他是說真的的話 應該不會有這個才對 如果他是說真的的話 應該不會有這個吧 聖誕一 聖誕一是哪一個啊 這樣子嗎 我看一下喔 3-5是指哪一個 你們剛剛說3-5是那個 應該是這個吧 信封帶加這個吧 我看我的天 有樂譜啊 什麼 怎麼會 在哪裡 焦糖烤布雷餅乾 我在你的房間發現了樂譜 就好像有誰急急茫茫藏起來一樣 被丟在角落裡 我真的不曉得 為什麼不見得月紅 又突然出現在我的房間 難道就是 焦糖烤布雷餅乾的話 已經不可信了 就算他說的是事實 也沒有餅乾可以幫他作證 不在場證明 焦糖烤布雷餅乾 你為什麼不照實說 好 大家久等了 找到兇手了嗎 我們之中 真的有餅乾 傷害聖誕堂堂地精嗎 有的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兇手就是 焦糖烤布雷餅乾 就是你 哈哈哈哈哈哈 本起事件的真相如下 我的聲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怎麼想都覺得 一定是聖誕堂堂地精 把我的樂譜拿走了 我要再去問聖誕堂堂地精一次 聖誕堂堂地精 可以和我聊聊嗎 你不在裡面嗎 聖誕堂堂地精 那 那 那不是我的樂譜嗎 你還口口聲聲說 沒有偷我的樂譜 我絕對不會原諒你的 欸 門怎麼開著 不對啊 你 聖誕堂堂地精 請你解釋樂譜為什麼會在這裡 那 那個是 不要靠近我 你還說謊 等一下 你聽我說 不 不行 我都快找他 哈哈哈哈 哈哈 咳 而且 犯罪時間點 只有你沒有明確的不在場證明 真的 不是我 等猎只开到王国再说吧 到战前就先把你关在夜会厅 果状夹心饼干 果状夹心饼干 我真的没有 好的 现在大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请注意 谁都不准进去圣诞堂堂地青的房间 下车时会郊游搜查对搜查 还有也禁止出入 征讯时使用的餐厅 慌乱的气氛 满足的深情 大家都闷闷不乐的 真可笑 对坏蛋而言 这种事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大家反应怎么这么冷淡 与其待在这边跟大家一起低气氧 还不如回房间擦我的锤子 边擦锤子边回想大乱斗时 我赌上巧克力奶油狼兽的性命 尽情挥洒着樱桃酱 樱桃酱 啊 你是说草莓酱吗 对啊 樱桃酱 我不是饼干 我身上留的是樱桃酱 才不是草莓酱 也是 你们这些弱小的家伙 根本没机会留樱桃酱 还是什么草莓酱 怎么会明白呢 这都是我热血的狼声证明 大家都去哪了 樱桃酱 樱桃酱 第三章完成 來第四章 來第四章 我和焦糖烤布蕾餅乾換了房間 之後焦糖烤布蕾餅乾的樂譜消失 他懷疑被聖誕堂囊地精偷走 所以爭執不休 因為有聖誕樹點燈儀式 大部分的餅乾都去觀賞點燈了 而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在宮殿室操控燈室 那時聖誕堂囊地精穿著聖誕服裝 準備拿著裝滿禮物的袋子從房間出去 碰巧遇到來房間找自己的焦糖烤布蕾餅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了聖誕堂囊地精 他就這樣丟下倒地不行的聖誕堂囊地精 拿走樂譜回到房間 把樂譜藏好以免被發現 唉 推理都很符合邏輯 可是 有個部分我一直耿耿於懷 聖誕堂囊地精 為什麼要拿走焦糖烤布蕾餅乾的樂譜呢 那個只是練習用的樂譜 一點都不值錢啊 焦糖烤布蕾餅乾也是 他通常都會熟悉樂譜才上台 就算樂譜不見 他還是可以完成演奏啊 跟平常準備演奏會的時候比起來 只是有點不太一樣而已 焦糖烤布蕾餅乾 有必要為了這種小事生氣嗎 甚至還把聖誕堂囊地精 唉 總覺得有種不痛快的感覺 寫不下了 我應該還有一些寫稿剩下的紙 信封袋在哪裡嗎 唉 這不是焦糖烤布蕾餅乾的樂譜嗎 看來是我剛剛在焦糖烤布蕾餅乾的房間 不小心拿回來的 偏偏他的樂譜信封袋 跟我的長得一模一樣 才會害我搞錯 唉 我要趕快拿回去 嗯 樂譜的順序亂七八糟 上面也沒有沾到草莓醬 果醬扎心餅乾 你在裡面嗎 種 啊 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有什麼事嗎 我正在送茶給乘客 安撫大家驚魂未定的心情中 請收下吧 種 你真是貼心 謝謝你 你應該受到不少驚嚇吧 種 可是你真的很厲害 種 該說你的確是推理小時候的名作家 馬忠 那麼你對這間房間還滿意嗎 種 如果你很建議 這裡本來是焦糖烤布雷餅乾的房間 請一定要告訴我種 我們還有空房種 啊 沒關係 我現在只想休息一下 好的種 請好好休息種 嗯 我有跟皇家熊熊果凍列車長說過 我跟焦糖烤布雷餅乾換了房間嗎 這麼一說 早上列車長也馬上就找到我的房間了 完全沒有搞混 嗯 對 然後 只要向下觀看 打造成 不尷尬 破 number 難道 不尷尬 澡糖烤布雷餅乾 你在這 你現在在做什麼 啊 果酱夹心饼干 你现在是打算从这里逃跑吗 就算你想要从宴会厅脱逃 火车也还在行驶中 你还是逃不掉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那么心灰意冷的眼神看我 我没那么笨 而且我是要去找你 找我 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我不是凶手 而且我要你去抓真正的凶手 为什么他可以跑出来啊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信吗 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被关进这里之前看到你的表情 你露出一种无法释怀的眼神 那是你写稿不满意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 什么 我写的稿子很完美好吗 推理也一样 不过 这次你说对了 所以我是来问你几个问题的 他们刚刚一开始是 我看一下 哪两个证据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焦糖烤布雷饼干 第一个是这个吗 玉浦吗 这个 锦然有序 然后他是说那个月谱是杂乱无章嘛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是锦然有序 一个是杂乱无章的月谱 诶呀杂乱无章在哪边 我记得刚有个杂乱无章喔 可以滑 哦对不起 这个UI做的还不错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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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只有封面好好的其他都乱七八糟的 这一定不是焦糖烤布雷饼干整理的 如果是他整理的话 一定会按照顺序排好 哦 哦 哦 这个温度本来就蛮凉爽的 但你应该还是会热吧 奶油的低温对焦糖烤布雷来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表演之前 冰凉的温度能让我不松懈 我去跟皇家熊熊果冻猎车长说一声 请他调低音音会听暖气的温度 哎 圣诞堂堂地精很怕冷了吗 他房间的温度异常的高 哦 我的起司都快融化了 话说回来 圣诞堂堂地精的房间比这里还热 对一个穿着圣诞装 戴着圣诞帽 还有手套的圣诞堂囊地精来说 真的太残酷了 为什么要把房间温度调高 难道是要融化什么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国家夹心饼干 国家夹心饼干 哦 抱歉 你有怀疑哪个饼干会是凶手吗 我没办法告诉你太多侦查和推理的细节 更何况你现在还是最大的嫌疑犯 一旦有我无法信服的地方 我就会彻查到底为止 所以你别想要有逃走的念头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吧 我才不会逃跑 反正我会照你说的乖乖待在这里练习 我相信大家都能在圣诞庆典上 欣赏到我带来的表演的 那也要你真的不是凶手才行啊 焦糖烤布雷饼干 警察的敏锐直觉 警察的敏锐直觉 前辈 这个案件已经成功结案了吧 哎呦 你平常结案就只顾着开心 什么都不管了啊 怎么突然这么问呢 我哪有不管啊 明明查得滴水不漏了 心里却还是觉得怪怪的 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现在说话的样子倒有模有样的啊 就像是第六感很准的警察 我已经是警察了好吗 虽然我没有前辈那样直觉敏锐 但就是我按照逻辑细心调查后所下的结论 暖他一整天 说不定反而会被叫过去 质疑我们身为饼干联邦调查局 居然连这点案件都处理不好 还是要申请支援 说的也是 而且在案件水落实出之前 我们不能告诉大家 我们是哪个单位的 然后他自己讲出来了 饼干联邦调查局 总觉得少了什么 那个是什么 好像有东西掉在圣诞树下的礼物堆里 你捡起来看看 明明前辈你比较近 为什么叫我捡啊 这个是什么 好像是某种控制器 圣诞树上的灯亮了 前辈 你看这颗圣诞树 有好多小细节 连亮灯的时间跟顺序都有设计过 无愧是特快车才会有的东西 蛤 有这个的话 就不用在宫殿室操作点灯仪式了 空心粉饼干 你看一下这颗圣诞树 你有没有觉得 树上的装饰 好像少了一个 万能钥匙 看起来这么厉害 难道 哇 诶 第一场这次也太猩猩了吧 等一下这什么东西 粉丝性 然后把它撕破了 又把它黏回去了 又把它黏回去了 糟了熊 密码数字 就的妈的诶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三 一二三四吗 哈哈 不是吧 一什么 一二四六吧 比身无环 两次零 四 六 无环是什么 是多少数字啊 哦 零二四六哦 哈哈哈 我还没写 一二四六 零二四六是不是 来 哎打开来 果酱饼干在写真集 远端控制 上面沾满了十年的汗 哦 哈哈哈 那很重要的 为什么 还是没写真 嗯 牠干净 对 做了吗 那我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说 皇家熊熊果冻猎车长的不在场证明 无效咯 不过 这个控制器怎么会掉在圣诞树下呢 究竟有多着急 连这么重要的东西掉了都没发现 那圣诞树上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 圣诞树看起来少了一样装饰 会是什么装饰呢 去看看圣诞堂堂地精的房间吧 说不定能找到答案 哦 哈哈哈哈哈哈 这里确实比其他车厢还要热 如果是故意的话 那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里弄得这么热 是想融化什么东西吗 对呀 樱桃酱 我不是饼干 我身上留的是樱桃酱 才不是草莓酱 对 那个倒下的被害者是堂堂地精 并不是饼干 什么 果酱夹心比赶的意思是 前辈 怎么能随便拿凶器 甚至要擦脱上面的草莓酱 虽然目前为止 现场保持的完好如初 以便到战后进行搜证 不过上面根本不是真的草莓酱 可惹 都不过 葡营 不过 可惹 可惹 糯 融化了之後可以得到什麼? 為什麼聖誕堂的地獄身上的果醬不是他的? 最後一張再放一張 再放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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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后隐藏的真相 假的草莓酱 跟拐杖堂 还有不见的月骨 这些零星琐碎的线索 其实能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等到拼凑完成 一切就能水落石出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 还要干嘛又把大家叫过来啊 欸?連焦糖烤布雷餅乾也來了 這次把大家聚在一起 是要向各位揭曉真正的兇手 真正的兇手? 真正的兇手就是你 王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誰刷我嗎? 勇勇! 勇勇! 哪個線索可以證明 不在場證明無效 全新的技術 只要先設定好這個 就算不在供電室 也能在設定的時間點燈 所以說 王家熊熊果凍列車長的不在場證明無效 就算這樣 也不能賭定王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就是傷害聖誕堂堂地精的兇手啊 犯案動機不足 對吧? 這一點我也有想過 所以 我就從最知為末節的地方 起了疑心 這一個嗎?我先讀讀看 啊 換房間 啊 喔 這個 那就是 除了我跟焦糖烤布雷餅乾以外 沒有第三個餅乾 知道我們換房間的事 但王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早上卻很自然地敲了焦糖烤布雷餅乾的房門 好像 他早就已經知道了一樣 於是我推測 黃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早就偷偷來過我的房間 又或者是 去過焦糖烤布雷餅乾的房間了 如果是真的話 那他為什麼要偷偷來呢? 這時候 我便看透了真相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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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唉唷 我的天吶 這個嗎 可是他叫有底稿啊 喔這個嗎 這兩個東西 果醬的是這個新書底稿嗎 然後再來四個嗎 等一下 新書底稿 然後再來是他的粉絲嘛 動機加粉絲 D稿 然後加粉絲嘛 好就這樣子 喔熊 這個 是果醬夾心餅乾新書的原稿 對啊 皇家熊熊活動列車長 是果醬夾心餅乾的忠實讀者吧 大家肯定都會這麼想 一開始我也跟你們想的一樣 但其實 這個是 好可惜 欸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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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好這個 炒布雷餅乾的樂譜 這也是這整件案件的起頭 這不是原稿中 我想到果醬夾心餅乾跟焦糖烤布的餅乾換了房間 我得在被發現之前趕快放回去才行 真的不是我 我為什麼要偷你的樂譜啊 那你為什麼會在我房間外面走來走去 那是因為我迷路了 這列車的走道這麼窄 你說你迷路 慘了 焦糖烤布雷餅乾已經發現了 只好趁點燈一室的時候偷偷放回去了 中 還好有控制器啊中 先趕快去房間吧 聖誕堂堂地精在嗎 我想再確認一下我的樂譜真的沒有在你那嗎 你能出來一下嗎 不在房間嗎 等等 差點就遇到他了 差點就遇到他了 主 趁現在趕快回房間拿樂譜 然後把這個樂譜放回這焦糖烤布雷餅乾的房間 嘿嘿 王家熊熊果凍列車長 你手上拿的是 聖誕堂堂地精 你來找我有什麼事 我想來送你聖誕禮物 等一下 這個不是樂譜嗎 你這不知道這個樂譜害我被誤會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忠 原來是你偷的 我只是去送禮物給焦糖烤布雷餅乾 卻被他誤會成小偷 我要趕快去告訴焦糖烤布雷餅乾事情的真相 還有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 忘記你還是列車長 真是太不懂事了 不可以啊主 不行等一下 好好的 怎麼辦我不是故意拿住 現在不是慌張的時候了 要是被發現的話就慘了 我得趕快把它藏起來才行 先拖到我房間再說吧主 好刺激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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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哇 圣诞树上的拐杖堂装饰 仔细看 会发现这跟圣诞堂堂地精的不一样 不但很新 还很光滑 它调高圣诞堂堂地精房间的温度 来融化里面的草莓冰淇淋蛋糕 以免被发现不一样 让大家误以为 圣诞堂堂地精沾到的是草莓酱 这么一来 自然不会对拐杖堂起任何疑心 难怪 圣诞堂堂地精又不是饼干 根本不会留草莓酱 大家都被它骗了 那为什么要放掉拐杖堂呢 就是说呀 那圣诞堂堂地精的拐杖堂 跑去哪里了 这个嘛 圣诞堂堂地精的拐杖堂 就是关键的证物 调杖堂绝对是致命关键 才会被调包 调查餐厅 调查餐厅 葡萄堂地精的拐材 小痕堂地精的拐材 葡萄地精的拐材 抽搐材 放空 按轮 哈哈哈 哈哈哈 えー ペイ、オー 紅茶的甘苦真相 原來 天啊 他們在喝茶是那個欸 不可能把拐杖堂隨便亂丟 或是偷偷藏在哪裡 啊 所以他把拐杖堂融到紅茶裡 沒錯 他萬萬沒想到後來沒辦法接近餐廳 而來不及融化完的拐杖堂成了最大的敗筆 他為什麼非要把拐杖堂融掉呢 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 這就是關鍵 為什麼他要那個喔 為什麼他要那個 XDDDD 等一下 茶壺裡面有一些本來不蓋在裡面的東西 跟這沒關係 這樣子是不是 黃家熊熊果凍列車長跟聖誕堂堂地經發生肢體衝突的時候 黃家熊熊果凍列車長的胡子被扯了下來 這也是為什麼他今天早上刮了胡子 因為拐杖堂本身很黏 所以不小心黏到了被扯掉的胡子 如果要把上面的胡子清乾淨 時間肯定會來不及 黏性很強也不太好清 所以說他就把黏到胡子的拐杖堂溶掉 等等 那我們喝到的茶是黃家熊熊果凍列車長的胡子跑的了 呃 呃 我還喝了兩杯 胡說八道總 列車長常常進出廚房 想当然 骨子就很容易掉在厨房里啊 还有 那个才不是 圣诞堂堂递进的拐杖堂 我只看厨房里的砂糖都没了 才拿圣诞树上的拐杖堂 来泡红茶好吗 这样啊 那我们把 剩下的拐杖堂送去检验成分 就能知道这个拐杖堂 到底是谁的了 好的 前辈 那先交给我保管 到战后立刻送到检验室处理 小兽逃跑了 快抓住他 别担心 交给那个家伙就行了 好大的胆子 竟然还想逃跑 没错 是我做的没错 但我不是蓄意这么做的 我只是很好奇新书的内容 才想说 看一眼就立刻还回去的 我一时心急 压根没想到 会把圣诞堂堂地基弄到 这个地步 我还以为自己演示的很完美 皇家熊熊果冻列车掌 俗话说 百密必有一书 就像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谜题 我一直以来 都抱着这种想法在写推理小说 圣诞堂堂堂地基 圣诞堂堂地基 圣诞堂堂对不起 救 我那时候应该马上求救的 哎呀 我没事了 iri 身ors堂堂地基 圣诞堂堂地基 胃貓 搞不好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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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帝君身體很強壯的 就算被拐杖堂打到也沒什麼大不了 我一開始的確昏過去了 但後來就不小心睡著了 上誕期間忙著準備聖誕節 整個累到不省人事啊 看來是聖誕節的奇蹟啊 真是太好了 不過可以拜託你先把草莓醬擦乾淨嗎 真是太好了 等到列車抵達王國後 我會主動自首 將事情經過一無一時地說出來 紅杏粉餅乾 這下總算是成功破案了 趕把我們到的地方都會有怪事發生啊 decrease 好 歡迎各位莉玲王國 祝大家都能在这里感受浓浓的圣诞气氛 享受开心的庆典时光 啊 终于到了 这趟旅程还真是漫长啊 我像夹心饼干 焦糖烤布雷饼干 我想跟你说声谢谢 谢谢你超出真凶 还给我一个清白 我只不过是做我应该做的事罢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就当作我是来跟你说圣诞节快乐的吧 好 我们好久没在圣诞节见到对方了 虽然以前也常常因为你要练习而见不到面 怎么好像都怪在我头上 你那时候第一次出的书突然大卖 每次约会都要听你讲那些草莓降零零的故事 每次约会 啊 你还不是听得很开心 说你很喜欢 是啊 故事确实是挺精彩的 对了 你明天要来看我的演奏会吗 我现在的演奏功力 又更上一层楼了 好啊 我昨天晚上也终于熬夜写完新书底稿了 那一件事弄得大家不得安宁 你还有心思写书啊 当然啦 我反而还得到了一些灵感 在那之前 我都只有写到饼干之间发生的事件 这次呢 我打算加入饼干以外的角色 这会是最重要的线索 但也容易被忽视 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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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哦 下雪了 今年是白色圣诞节耶 圣诞快乐 焦糖烤布雷饼干 你也是 我将夹心饼干 圣诞快乐 flour 咱们 咱们 这次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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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可以改變他的造型了是不是 他有一般的跟聖誕快樂的 喔你還要買另外一個那個啦 反正我買聖誕快樂的了 好好好 這個就是這個佳節的造型喔 OK好那我們這個全部劇情就破完了 感謝各位